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桥头上分别设置的重机枪 重炮配合坦克的防御攻势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全部牺牲在四川路桥上 解放军27军军部指挥所里 参谋将各式报告的军情 汇总给军长聂凤志 阵地上的战况传达着同一个信息 27军在苏州河沿县受到巨大的牺牲 部分攻击受阻 对军长聂凤志来说 这意味着解放上海的进程陷入了停顿 此时聂凤志认识到 他的敌人不仅是国民党二十万的军力 还有蒋介石固守大陆的最后一丝希望 就不再带来 准备挑战 开刀 拳 フッ 是 守住上海对蒋介石来说有生死存亡的意义 辽审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 国民党主力尽失 兵力由四百多万下降到二百一十万 已经宣布下野的蒋介石离开家乡西口 乘军舰抵达上海东南角的复兴岛 亲自部署所谓的大上海保卫战 蒋介石离岛的部队从兵力部署来讲 它可以降级于十个精 二十三个师 还加上空军 海军第一舰队 还加上工兵 抛兵等等 就是它在整个专业部署上面是属于立体的 将近二十万人的兵力部署来上海 蒋介石集中二十万兵力死守上海 并精心构筑了严密的防线 整个上海周围战壕密布 明雕暗宝交错 加上这座城市三面临水 这一切都对解放军造成了巨大威胁 此时共产党人得于拿下上海志在必得 1949年5月10日 解放军三爷指挥部下达了第三野战军 淞沪战役的作战命令 第九 第十兵团 共四十万兵力从三面合围上海 经过十一天激战 解放军已经攻克了国民党防守阵地的中心地带 将国民党残兵压迫至市区 敌军将主要兵力部署在苏州河北岸 所以能否渡过苏州河 成为了解放上海的关键 四川路桥上 二三五团发起了新英文冲锋 整班的战士冲上桥头 被无情的子弹打倒在桥面上 伤亡依旧惨热 二三五团是一支骁勇善战队伍 济南战役中 二十四小时之内催垮了固若金汤的城防攻势 但此时即连两次进攻都失利 战士们纷纷议论着 那个部队进城前接到的命令 华董有一个决定 就是打上海 打上海 不准用重炮火打 全部用轻易轻武器 机场啊 不抢啊 手榴弹啊 行动机场 这个来攻击上海 不准一发跑弹 不准用炮火打上海 就是这样一道不欺眼的命令 让苏州河成为了二三五团的死亡陷阱 军部指挥所里 27军的作战地图上 粗壮的红色箭头从四面八方飞插向市区中心 灭凤之目光久久停留在霞潭的苏州河上 眼前这条看似不起眼的苏州河把上海市区分为南北两部分 河水从西向东 流经市区进入黄浦江 河面分布着十几座桥 河的沿岸是有着东方华尔街支撑的外滩 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 宽近三十米的苏州河 与白浪滔滔的长江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可以使用重型武器 解决了河对岸高大建筑里的火力点 解放军要过河就会一如反掌 但这条不准用炮的军令 却将解放军死死地困在了河的南岸 有着军人血性的董毅友并不理解 不能用重武器的军令 打济南那会儿 兄弟们是在重炮和炸药的掩护下 才登上城头的 现在却要以步枪机枪跟敌人的高射机枪和坦克拼命 岂不成了火把子 不断传来的进攻受阻以及伤亡的数字 让军部指挥所盲作一团 灭凤制深指 对于解放军来说 上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上海经济上号称中国的半壁江山 这里汇集了近两千家洋行和银行 全中国超过一半的工业以及五百万人口 新政权一旦入驻上海 就意味着拥有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此时驻守上海的国民党守军有二十万人 国民党甚至宣称要将上海变成第二个斯大林格勒 既然上海如此难以攻破 为什么华东局还要下达不能使用重武器的命令呢 攻打上海战役所使用的战术 为三叶司令员陈毅形象地称为瓷器殿里打老鼠 是指攻打上海的解放军部队 既要歼灭固守上海的国民党余部 又不能用重火力毁坏城市 这个战术的坚守原则就是 在胜利拿下上海的同时 要保护楼群建筑 将人民的损失降到最低 中央军委起出来的 你不仅要打下上海 还要完整地保护好上海 就是要争取军政权胜 双丰收 这个国民可能要增加伤亡 这个事情向总军委回报 总军委说 为了这个保全上海 就是增加伤亡也值了 从苏州河南岸进攻上海的 二三五团 开始了新的一次冲锋 战士们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 怒吼着冲上桥密 眨眼间董义友看到 他的战友倒在密不透风的炮火中 和失败一起到来的 还有一个让董义友和他的战友 更加难以接受的决定 停止进攻 在沙盘前筹谋战局的聂凤志 理解战士们此刻的心情 解放军要过河 其实易如反掌 但问题在于 不准使用重武器 为了减少伤亡 必须改变作战思路 于是聂凤志下达了 停止进攻的命令 就在此时参谋报告说 四川路桥有人违抗军令 放了两炮 脾气火爆的聂凤志坐不住了 下令开炮的人 是二三五团一营长董万华 和四川路桥相距百米的 外白杜桥 是一座建于1907年的全岗建筑 外白杜桥的北面 是由英国人设计的高达77米21层的 外白老汇大厦 在当时的上海滩 是一座醒目的建筑 1949年5月25日的外白老汇大厦 被国民党军改造成了一座战争堡垒 解放军二三五团一营 接连发起了几次进攻 都宣告失败 伤亡惨重 一个连队从这过以后呢 一个建筑下来 大半都解决了 从不过这个时间 这个部队啊 包括我们是 他们的领导 这个信息欲奋 我晓妮啊 这个建筑打不下来啊 就城市 这个总队领导 要开号 就自打这一个地 外白杜桥和四川路桥的冲锋 都惨遭失败 董万华很窝火 在他看来 这是放几炮就能解决的问题 于是董万华没有警示军部 就下命令 让一营上炮 攻打四川路桥的部队 率先架好了牛弹炮 不知是不是因为违抗军令而心虚 两发射向邮政总局大楼的小炮弹 虽然造成巨大震动 却没有击中大楼 放炮的消息很快传遍了 战地上群情激愤 战士们都跃跃欲试准备开炮 军部的命令很快传达下来 严禁开炮 否则按军阀处置 战士们再也忍不住了 质问指挥员 大家流血牺牲 难道就为了保住这些资产阶级的洋房吗 是战士的生命重要 还是资产阶级的楼房重要 面对着下属火器 十足的质疑 聂凤志却出乎意料的冷静 对于如何突破苏州河防线 聂凤志此刻还在寻找清晰的作战方案 但身经百战的他知道 如果此刻下令开炮 就会打乱整个解放上海的作战计划 为了贯彻瓷器殿里打老鼠的作战计划 十四天前在上海市郊开展的外围战中 第九第十兵团奋战几个众议 击垮了敌人主力部队的作战能力 保证了市区攻坚战中不出现大的战役 为此八千多名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如果此刻放任部队开炮 不仅外围战斗的成果前功尽弃 而且后果也不堪设想 这个时候值班参谋送来了中共地下党 策返工作委员会委员田云桥的密电 灭缝制月后 锦州的眉头顿时松开了 田云桥在密电里提到 中共地下党正设法从国民党上层打开口子 原来三十几个小时之前 金护航警备司令部的指挥长官汤恩博 匆匆登上军舰从上海撤离 他将守卫上海的任务交给了副司令 兼五十一军军长刘昌毅 而就在八天前 刘昌毅刚刚被汤恩博临时指派为五十一军军长 二十三日下午 他又被提拔为松户警备副司令 这从天而降的升职并没有使刘昌毅头脑发胀 他清静地意识到 解放军兵临城下之时 作为一名早年任职西北军 曾经反过奖的非敌系军官 自己的临危寿命只意味着一种情况 怕刘昌毅要充当炮灰了 因为刘昌毅是不是国民党的敌系 而且那个时候 整个那种大局方面来 国民党经理已经是完全上省事的士气 士气非常的低落 所以加上这个空军和海军 这个警备器的和野战部队 他们都有矛盾 而且矛盾非常的大 就是明镇业 爱豆的现象是非常的明显的 苏州河畔 国共两军正在激烈交火 南岸的解放军突然停止射击 很快桥头上出现了一个人 举着一张写着 和平使者四个大字的白纸 这个人是刘昌毅过去西北军的老同事 王忠民 郁郁不得知的王忠民 正是中共地下党员田云桥 打入国民党五十一军的敲门砖 对昌毅看 王忠民来了 就弹了 王忠民也就开门见山了 他说已经被解放军包围了 在这种形式下 反抗下去是没有出路的 就应该放下不起 此时苏州河一线的激战 已然处于白热化 刘昌毅不是不清楚 上海已经被解放军三面合围的事实 解放军进城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到底要不要被弃城而去的 蒋介石和汤恩博收拾烂摊子呢 刘昌毅的犹豫 丝毫没有影响聂凤志 在苏州河南岸积极地寻找突破口 他已经得到了攻打苏州河以来的 第一个好消息 据进攻西藏路桥的 二三五团一营报告 七连指导员池浩田 发现了一个通往苏州河北岸的下水井 渡河之后 他和战士们发现 这个下水井连接的是对岸的四行仓库 战局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 紧接着 刘昌毅方面也通过王忠民对于起义 有了第一次肯定的回答 他也不相信王忠民 他说你讲话不准处 我要跟解放军的领导谈 就在当天 一辆载着刘昌毅和副官参谋的吉普车 低调地开进了解放军 二十七军的军部指挥所 见面后 聂凤志果断地宣布了三野司令部的指示 要求刘昌毅放下武器投诚 看到刘昌毅的迟疑 聂凤志又出示了一份 有陈毅签字盖章的文件 刘昌毅看过后 没说别的话就告辞了 刘昌毅离去后 新的战报传来 七连指导员池浩田 秘密渡河成功 每放一枪一弹 就俘获了国民党二零四师 副师长以下一千多人 西藏陆桥北岸的四行仓库 已被解放军控制 四个小时后 松户警备司令部副总司令刘昌毅 终于宣布起义 二三五团拿下了被困住二十多个小时的四川路桥和外白渡桥进入上海城 五月二十七日下午三十 苏州河以北市区大部被攻破 上海宣告解放 上海的解放 就是彻底粉碎了 蒋介石 他企图 坚守六个月 这个阴谋 而且 我们也把 打上海 完整地回到了 人民的手中 这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创造的一个奇迹 上海的解放也就是和南京解放极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这个就是上海一解放以后就的确标题了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